各位飆迷你們好 SEIKO 5 Sports 系列 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鶴形也差不多 但SEIKO 出了很多不同版本 很多與動漫聯成的版本 例如街霸系列 還有其他系列 這不是動漫 是出過Honda Super Cup 電單車 這次又有甚麼搞作呢 這個盒子真的非常有趣 旁邊寫了規格 甚麼機身、4R36等 其實這就是跟日本電堂級的Ultra 7 即是超人打怪獸電視劇主角的聯成 因為Ultra 7是1967年首次在電視和大家見面 即是去到2022便是55周年紀念 其實這支錶是上年已經宣佈了 但到現在才翻貨 這支錶主要是用銀色的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Ultra 7的樣子 其實它主要是銀色和紅色的 其實這支錶也有少許紅色的點綴 例如你看到一支秒針尾部也有紅色的 其他那支錶主要是銀色的 連那支NATO 打藥也是銀色 看到它有三針和Day-Date的convocation 其實其他東西都是見慣見熟的 Seyco 5 Sports 配置 4R36機身、Day-Date 但它錄時位置寫著T-D-F 然後是UG T-D-F就是剛才的盒子也看到 就是Terrestrial Defense Force Ultra Guard 即是它組織的名字 擺在錄時位置 其實這個名字也有擺在NATO 帶上 大家也看到 當然因為它穿過錶底 可能中間的部分就看不到 其實Terrestrial Defense Force 也在NATO 帶上出現 看看底部 它用4R36機身 本身打磨就沒甚麼 我覺得這樣做就更好 半透明就有一個超人的剪影在底部 其實這樣就更好 有些東西真的不用看得那麼清楚 這支是限量版的手錶 寫著限量3400隻 也是那句Seyco聽起來很多 但其實我的街霸是9999 所以其實這支相比之下 已經是比較少一點的數量 給大家看看 Seyco 的手錶 當然有Lumibright的夜光 我覺得好像星期那個 是不是我錯過還是有夜光的呢 看起來都是好像有夜光的 星期 但那個日力窗就沒有的 就看不到有的 還有它那個單上旋轉外圈 原點都有夜光 都有綠色夜光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過Ultra 7 你看到頭殼頂也有一盞燈 也是綠色的 所以其實這個鏢圈那顆圓珠 可以代表Ultra 7 頭的燈 其實我今天真的帶著這個 Seyco Fire Sports的街霸版本 拍給大家看看吧 雖然大家都用了這個Seyco Fire Sports的殼 但其實你看到它的小時刻度 錶圈的設計 很多東西都其實是不同的 我便覺得我街霸這隻 就真的再搶眼一點 因為有白色 又雙色錶圈 錶圈有舊化的效果 而這個Ultra 7 如果你撇除它那條NATO帶 其實本身的錶都挺低調的 其實我開始期望Ultra 7 它就會用多些紅色的元素 現在錶面其實就不多紅色的 鳥針有少許紅色 主要的紅色就是底部 超人的展影 我覺得它的設計都比較低調 因為我開始期望 錶圈就會有很多紅色的元素 原來不是的 低調一點 帶的機會反而可能會多一點都未頂 你也看到這隻錶的定價是3280元 你給它一個折頭 其實在說這隻錶是2000多元 那2000多元 買到一隻SEICO的100米防水 SEICO Fire Sports 又是限量版限量3400元 我在佐敦的預娃國貨 裡面的榮記錶行拍攝 其實老闆也說是只剩下一隻 好像上次Honda那些 又是剩下一隻 每次都是剩下一隻 又要搶? 我也不知道 總之大家如果對這隻錶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到榮記錶行查詢 看過這個頻道一定會多些優惠 希望大家都去看看 看看是否適合你 其實盒子本身也很漂亮 整隻錶和盒子都很有金屬感 雖然Ultra 7聽起來像超7 但戴上這隻錶真的超帥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 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很大推動力 我會繼續努力找到有趣的手錶 和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